这花儿挑得不够仔细 林芝 再洗得干净些 是 挑仔细一点 好 难道 林大人来了 微臣请皇后娘娘安 回来了 皇后娘娘 您让微臣堂堂正正地回来 微臣不敢辜负您的期望 回来就好了 本宫还要多谢你救了皇上呢 那是微臣的本分 有功也不忘本 才能在皇上跟前长久 皇上这次亲自赐婚 是无上的荣耀 皇后娘娘 其实微臣从来没有想过成婚之事 此番皇上赐婚实在有些意外 男大当婚 女长虚嫁 娶妻身子沉家立业 就是另一种日子了 皇上这次给你挑的冒歉格格 也是出生好人家的 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是 家中有人为你操办婚事吗 微臣的父母早年就已经双亡 将与兵和索兴在京城呢 本宫会吩咐他们给你操办 多谢娘娘美意 娘娘 这是十二阿哥吧 嗯 微臣在木兰围场的时候 就听说娘娘喜获玲儿 微臣在此贺过 祝皇后娘娘与十二阿哥 将来的日子可以平安顺遂 你有心了 给皇后娘娘请安 林大人也在啊 李公公 这回宫多日 都没有向皇后娘娘请安 今日特意过来拜见 李公公来了 皇上说了 晚膳来益昆宫 请皇后娘娘预备着 本宫知道了 自从十二阿哥出生 皇上的心酸是被挂住的 即日不见就念着 木兰秋显之事 虽然刺客已死 但终究 是围场官员的失职 你们认为这该怎么做 事有牵连者必得重责 才能警戒后人 林云彻 你在围场当过差 你觉得呢 回皇上 微臣才疏学浅 只不过是一届五夫罢了 实在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还是以皇上的 圣心裁断为上 永昌呢 儿臣以为 此次秋显之事 查不出元凶 也是因为 围场服役之人过多 一时难以彻查 皇阿玛若是都要责罚 谁还能为皇阿玛 继续查人呢 永昌啊 你是诸子中罪长 本应你来旧家才是 一来 你旧家来迟 实属不孝不忠 能力不足 二来 你事后疏漏 为了孤名调狱 不明责罚 三来 你不顾朕的安危 不顾其朕的性命 实属大不孝 皇阿玛息怒 儿臣不敢 出去 是 儿臣告退 永章请求 宽恕慕兰为常之人 那天之事 是否和他有关 奴才不敢妄言 皇上 微臣以为 三阿哥是皇上的亲子 想来不讳 天家父子 不比寻常人家 可谓父子 可谓君臣 也可谓丑丑 朕不得不尽心哪 皇上多虑了 皇上年富力强 没有人敢 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来谋害皇上 那慕兰为常之人 你们认为当不当罚 有错当罚 有功当赏 好 林明澈 你护家有功 年过三十了 尚未成家 朕替你找了个合适的人选 名叫茂茜 他出身香兰旗萨克达氏 是个满洲格格 阿玛云是笔铁氏 如今 他孤零一人 家里没人了 和你倒是挺合适的 皇上 微臣出身下午期 家境偏微 恐怕 配不上这个茂茜姑娘 你是朕的御前侍卫 有什么好配不上的 莫非 是看不上朕的止婚 不上朕 林大人 我看你是欢喜啥了吧 快谢恩哪 微臣谢皇上恩殿 皇上 他不上朕的 你也不上朕的 他们一批 你会认识吗 我会认识吗